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这个足球制作出来 那就是3D打印 而在众多的3D打印技术中 只有两种技术能把这个球完美地打印出来 那就是SLS和MJF 这期节目你将看到 3D打印是如何弯道超车传统制造业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欧文 上期节目我做了一个可以瞬间变成足球门的包 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创作 但是呢,我们还差一个足球 正好前段时间看到NBA做了一个3D打印的篮球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做一个3D打印的足球 我将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极其简单的方法 来设计出这种晶体结构的足球 而且同学们可以轻松地把这种方法应用到自己的创作设计中 然后带大家体验一下SLS选择性激光烧结3D打印这个足球的整个流程 最后再对比一下SLS3D打印技术 与常见的FDN和光固化3D打印技术之间的区别 具体的优势在哪 又能从哪些方面颠覆传统的制造业 这期节目非常的干货实用 同学们可以先点赞收藏一下 废话不多说 看完这期节目我相信你将会收获更多 首先是足球的设计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超级简单 而且效果非常好的软件 叫Carbon Design Engine 可能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啊 但是接下来我将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们做的一个产品 同学们就知道了 阿迪达斯3D打印鞋的鞋中底 就是Carbon这个公司生产的 他们做了一个自动生成晶体结构的软件 就叫Carbon Design Engine 我们直接来看看操作有多简单吧 我先是在Fusion360中做了一个足球模型 并把它分成了五边形的实体部分 和六边形的晶体结构部分 分别导出成STL文件后 就可以直接把它拉进Carbon Design Engine中进行编辑 把六边形部分设置成我想要的晶体结构后 我们还可以对晶体的大小和结构的粗细进行调整 最后再把它和五边形的实体部分相结合 即可导出得到一个晶体结构的足球 就这么简单 这种把晶体结构和实体部分相融合的方式 将会在未来的产品升级和智能制造中大放异彩 软件是可以免费试用的 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足球的制作过程 由于它的结构非常复杂 所以我会选择用SLS这种无需打印支撑的方式把它做出来 那开始之前我想先感谢一下PhoneLabs 和广州行优科技有限公司行优三维 对欧文来造频道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配合 给我提供了他们最新的专业级SLS3D打印机 PhoneLabs Fuse One加30W来实现今天的创作 SLS3D打印最大的不同在于 它打印材料是粉末 打印的时候粉末会布满整个仓势 粉末是打印材料的同时也是支撑材料 这也是SLS无需打印支撑的原因 直接把文件拉进官方切片软件中 就可以开始准备打印 开始打印前先是一些基本的清理工作 放入打印仓 加入粉末材料后 就可以开始打印 整个打印过程会经历仓势预热 打印 仓势降温冷却三个步骤 等仓势冷却到50度左右 就可以开始拆包清理粉末 打印清理简创 十五分钟 儿子 百如 祝 多余的粉末将会被回收 用于下次打印 同学们现在这个球已经轻盈了80%左右 然后里面的粉也全部倒出来了 但是剩下的细节我们要用高压水枪去冲干净 因为光靠手刷是刷不干净的 OK同学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个足球 其中左边的这个呢就是我刚刚打印的 是用尼龙12材料打印的 是硬的 大家可以听出来啊 非常的硬 然后呢右边这个呢就是Fone Labs 他们在他们的实验室用同一台漆器 但是用TPU材料打印的 是软的 看看效果 软的 我想过TPU是软的 但是没想过TPU又软又弹 给他看下效果 同学们这个效果真是惊艳到我了 怎么会这么弹啊 我决定直接去户外测试一下 咪哩 画中操 15 同学们刚刚尝试了一下这个三一打一的足球 也是踢得我满身大汗 但是试了一下脚感真的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软非常的弹 这个效果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其实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弹力 球的弹力 不仅仅是这个TPU材料的原因 更多的是这个晶体结构的原因 实体的部分还是比较硬 效果其实没有这么理想 但晶体结构的部分 那就是真的弹 OK 如果说前半的视频是炫酷模型的展示 那接下来我将通过一系列的模型 从不同的角度带大家看看 为什么我会选择用SLS技术来三一打一这个足球 为什么很多大公司像戴森 会用SLS来做他们的功能性模型 甚至很多公司用它来实现小批量量产 它又将如何改变和影响未来的生产和制造 首先SLS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特征就是 它的打印不需要任何的支撑 这使得它在可以打印非常复杂模型的同时 还能在打印平台的Z轴方向上 不断的增加打印零部件 实现满仓打印 非常利于小规模量产 这是我给之后的一个项目准备的一些打印件 大概有200多个 从非常小的到非常大的 然后一些结构怪异的都有 这里所有的零件是一锅打印出来的 花了大概一天时间 然后在精细度方面 与FDN和光固化相比 它也有一定的优势 FDN打印不了过于复杂的模型 而且成文比较明显 光固化打印不好方方正正比较规则的模型 而SLS则是具备两者所有的优点 可以打印复杂模型的同时 形又正又准 几乎看不到成文 虽然表面不能和光固化相比 但我们可以通过对SLS打印件 进行染色、喷漆、喷砂、电镀 等一系列后处理方式 让它达到更加的表面效果和物理特性 接下来则是我认为SLS打印件 最重要的一个特性 非常相似的各方向打印强度 和非常好的机械性能 同学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分别用FDN PC-ABS耗材 SLS尼龙12粉末 和光固化普通素质来打印的 美国LASA宇航局资助BYU大学 研究设计的一个类似矢量发动机 通过两点控制发动机朝向的支架 由于结构比较特殊 对于FDN来说打印难度比较大 打印了两遍才成功 成品的机械性能还可以 但由于FDN打印件的强度 与打印的方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Z轴方向上的机械性能和强度 会有一所欠缺 再加上细薄的结构 可以非常轻易折断 光固化打印的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就没有任何机械性能可言 只是轻轻地拿起来 抖动几下 整个结构就自己开始变形 虽然这也可能和材料本身有关 但光固化打印件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而变形 变脆 甚至变色 而SLS打印件则更加的可靠耐用 有着相似的各方向打印强度 和很好的机械性能 整个机构的回弹效果也非常好 无需考虑打印方向对零件的影响 这给到设计和生产更大的自由度 而这一点也正是我前面提到的 3E打印将弯道超车传统制造业的重要原因 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在上麻省理工3E打印课时 学到了一个概念 为3E打印制造而设计 Design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假设我现在希望用一个3E打印的瓶盖 去取代传统工业生产的瓶盖 如果这样的话 3E打印的瓶盖 单个零件的成本将是传统制造业的几十上百倍 那3E打印的优势又在哪呢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吧 美国通用电器在制造LEAP Engine飞机发动机的时候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燃料喷嘴是3E打印而成的 把本来需要20个零件组装而成的部件 重新设计后 通过3E打印一次性打印完成 从20个零件变成一个零件 重量减少了25% 省去了拼接、焊接、公差等问题 还有就是一个在航母上 用于确保飞机安全起降的起落架测试系统 改为3E打印制造后 从17个零件变成一个 高度从40厘米缩减到10厘米 成本是原来的20% 升级效果非常明显 因此 当3E打印的强度和机械性能达到了我们的需求 再利用它可以实现复杂结构这一特点 我们就可以打破传统工艺的局限性 把几十上百个零件高度集成成一个 做到更小、更轻、更高效 减少供应链、减少成本、提高容错率 以这种方式去颠覆传统制造业 这就叫为3E打印制造而设计 随着3E打印技术越来越成熟多样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厂商把3E打印件 应用到自己的终端产品上 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真材制造专业 比较出名的像哈工大、西北工业大学 3E打印生产为3E打印制造而设计 将会在未来的各行各业转型升级中 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OK 今天带大家体验了一下 Fonex Fuse One加30W这台机器 效果不用我多说了吧 哇 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我也是打印了 都打印了一些魔方足球 虽然这个足球是硬的 尼龙的 唯一的TPU我自己留 只能自己留着了 那这个呢 其实效果也是非常棒 所以 如果这期节目有帮助到你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 产出高质量视频的最大动力 最后Owen来造 我能做到你就能做到 我们下期见 所以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